导盲犬在门口被人装进面包车撸走了 全国仅仅有70只 他是我的家人像孩子一样 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乔乔能够回来就行 盲人按摩师唐先生告诉记者 昨日上午八十许 他的导盲犬乔乔乔在自家按摩店门口 被几个人驾驶一辆武林面包车撸走了 最怕的是被当成火锅菜 一只导盲犬训练费用高达20万元 田先生是一名盲人按摩师 在北京顺义区安门口村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 据田先生介绍 被撸走的导盲犬乔乔乔 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母犬 下巴处有白色的毛 后腿处有伤疤 乔乔今年已经7岁了 属于老年的犬只 已经和田先生生活了五年半的时间 他是我的家人就像孩子一样 也是我的眼睛 领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陪我散心 离开了导盲犬 我寸步难行 又重新恢复成瞎子 田先生说22日上午天气晴好 我就带他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 田先生回忆称 刚出按摩店门口就听到汽车声音 店里的员工告诉记者 当时一辆武林面包车停在店门口 车上的人下车立刻撸走了乔乔 随后驾车扬长而去 店里的员工追出了十几命远 但还是让他们逃跑了 与此同时 爱心人士也通过微信和微博平台 将寻找乔乔的消息扩散了出去 中国第一位女盲人 钢琴条律师陈燕 在得知乔乔丢失的信息之后 也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和微博上 发出了寻狗启示 目前微信公众号寻狗启示 已被阅读量超过了两万次 被撸走的乔乔是导盲犬真一的姐姐 乔乔是一只经过专业训练的导盲犬 田先生店里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 乔乔的毕业证上面显示 乔乔毕业于中国导盲犬 大连培训基地 编号为01006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都要调查显示 中国有视力障碍人士1691万人 但目前服役的导盲犬 仅仅只有70只 乔乔丢失之后 田先生一时间向培训基地说明了情况 田先生回忆 2010年他通过向北京市蝉联申请 拥有获得了导盲犬的机会 但是在领回导盲犬之前 要先和导盲犬接触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相互磨合 看彼此是否合适 为此田先生前往大连的导盲犬培训基地 和乔乔一起练习过马路 走台阶过障碍物 让他辨识我的声音 一个多月时间之后 乔乔和田先生非常合得来 顺利毕业后 乔乔才属于了田先生 跟着田先生来到了北京生活 此外田先生介绍 乔乔和陈彦的导盲犬珍妮是软生姐妹 乔乔属于姐姐 陈彦告诉记者 2011年他申请到珍妮之后 得知乔乔和珍妮的关系 还曾经带着珍妮找到乔乔聚会 最近一次碰面是在2015年10月 这俩玩得非常好 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乔乔能够回来就好 乔乔非常聪明 田先生的徒弟评价 师父需要鞋子 乔乔能很快的找到鞋子给师父 我们平常不能时时的陪伴师父左右 乔乔就可以带着师父去超市 也能陪他出去散步购物 去运动 昨日晚上九十许 身边的朋友仍然在外张贴寻找乔乔的海报 此外田先生还咨询了身边的爱狗人士 希望通过狗贩子的渠道帮忙打听一下乔乔的下落 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只要他能够回来就好 因为他是我的眼睛 失去了他我就失去了光明 目前了解到撸走乔乔的武林面包车 使用的车牌是假的 现在只能借助周边的监控 查看车辆的行驶轨迹 寻找之后的去向 田先生说丢失乔乔之后 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以前我想在附近转一转 有乔乔领着就可以了 但是乔乔丢失之后 我只能麻烦身边的徒弟们领着我 但是徒弟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时间的 导盲犬就相当于盲人的眼睛 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is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